連續兩天都有兩位Patreon的網友 PM我 想我討論一下 有兩位公立醫院的醫生 被控誤殺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 引起很大的恐慌 雖然醫療失誤而被控誤殺 不是首次 但是在公立醫院的醫生 因為醫療失誤而被控誤殺 我印象中就是第一次 所以就引起很大的恐慌 因為在公立醫院裡面 這麼忙的情況之下 如果有一點失誤 你會控告一條這麼重的罪 大家會知道 誤殺是最高刑罰 就是終身監禁 雖然通常誤殺都不會去到終身監禁 要合乎很多標準之下 才可以去到終身監禁 例如Hello Kitty案那幾個 他就會因為三個條件之下 就會合乎終身監禁的標準 但是 也是令人恐慌 因為誤殺 這個名字不是專業的失得 這麼簡單 雖然這兩位醫生 已經被醫務委員會 裁定專業的失得 或者我先從頭講起 有些人可能未必知道 有這件事 其實就是在2017年1月的時候 在聯合醫院有兩位醫生 為一個病人 那個病人就是 患了腎病和穴形肝炎 他就為這個病人 處方高劑量的類股醇 以及 他就不知道 他是穴形肝炎低菌者 所以沒有處方 他抗病毒的藥 所以引致他急性肝衰竭 在同年的8月就死亡 所以 後來這兩位醫生 就被醫務委員會 裁定專業失得 就判除牌 不過就換刑 所以他現在 還在公立醫院裡面任職 好像就說 已經調離了前線 就是不用臨床工作 但是現在突然間被拘捕 突然間被拘捕 就惹起一個很大的恐慌 就是 是不是一個專業的失當 那個專業的失當 那位網友 有一位 其中一位網友 就追問我 救生員 有沒有試過被人 告誤殺 因為救生員 有可能是救不到的人 救生員 如果救不到的人 就被控誤殺 跟醫生救不到的人 被判誤殺 情況是一樣的 是不是所有救生員 以後都要很害怕 如果救不到一個人 是會被控誤殺呢 其實 如果救生員 真的在某些情況之下 是會被判誤殺的 我在網友的PM 都簡單覆了他 就是 所謂 如何才能告一個救生員 誤殺呢 例如 他明顯作為這個 所謂謹慎責任 在那個場裡 如果自己只有救生員 我入場的時候 是假設有救生員 為何我不去水塘游泳 為何不去隨便找這個地方游泳 我去找那個地方游泳 就是假設那個有救生員 誰知那個救生員 應該做的事情 他沒有做到 而引致 我當某個人 當某個人遇到危險的時候 他沒有作出研究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的確是 違反了謹慎責任 所以 有可能真的犯了誤殺 當然 不是這麼簡單 或者我嘗試一下 這宗案 即是 有關醫生的這宗案 還未開審的 所以我也不方便 很詳細地 討論他的案情 不過我可以嘗試討論一下 究竟一個醫療失誤 如何的情況之下 是會被判定為誤殺呢 原來有五個被告 還有一個 根據法庭的案例 根據法庭的判例 他的陪審員指引的時候 是這樣指引陪審員 他是會指引陪審員 你認為這個被告 即是一個醫生 這個醫生 對死者當時 當時是否負有謹慎責任呢 這是陪審員第一項需要判斷的事 相信也是 當在醫院裏面 病人交給你 由你去主診 在那個環境裏面 其實陪審員也不難判斷 這個的確是負有謹慎責任的 如果是的話 第二項要判斷 就是 究竟這個醫生 是否有疏忽地違反了有關謹慎責任呢 這一點就是一個事實裁決 究竟 開漏藥 開漏藥是否一個疏忽 這個疏忽是否導致違反了有關謹慎責任呢 但也不用怕 可能你會想 我很容易疏忽 因為真的很忙 尤其是醫療的事 醫療的事 有時看醫生也會 A醫生說的事和B醫生說的事不同 就算法庭也會 那些專家證人 A醫學的專家證人 和B講法不同 那你不可以說 兩個之間其中一個不專業的 所以其實 這個判斷也不容易判斷 肯定是 疏忽地違反了有關謹慎責任 就算是也好 就算是也好 還有三點 就是剛才說兩點 第一點就是 他是不是真的 負有死者的謹慎責任呢 第二就是 他是不是真的疏忽地違反了 這個應有謹慎責任呢 第三就是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 合理地預見 這個違反 違反這個謹慎責任 會導致嚴重而明顯的死亡風險呢 即是我開漏一粒 一粒感冒藥 那就明顯是沒有一個死亡風險 我猜是 那究竟 他這個情況 每個個個案不同 這個情況 這個被告 在這種違反謹慎責任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可以合理預見 這種違反會導致死者的死亡風險呢 即是 當事人的死亡風險 這個第三項要判斷的 好 第四項要判斷的就是 究竟現在這個案 有關當事人的死亡 是否真的由他們的疏忽而引至呢 是否真的由他們違反謹慎責任而引至呢 以上四點 以上四點 各位容易明白 我再說一次 以上四點就是 第一點 他是不是真的對死者附有謹慎責任 第二點就是 他是不是真的疏忽地違反了有關的謹慎責任 第三點就是 違反這些謹慎責任 是不是真的可以合理預見 會有嚴重和明顯的死亡風險 第四就是 現在這個案子 這個死者的死亡 是不是真的由這個 違反謹慎責任而引起呢 這些四點都是陪審員需要考慮的事情 因為有時候可能會覺得 陪審員聽完所有意見 所有專家證人的意見 可能會覺得 不是啊 這個人的死亡 其實不是因為他的疏忽而引至的 OK 好 其實還有第五點 第五點是較為難去判斷的 即是較為堅韌堅治的 就是 違反的行為 即是他違反謹慎責任的行為 這個情況是確實很異常地惡劣的 所謂異常地惡劣的 意思就是說 不是一般的惡劣 那個違反的程度 就是令人詐欺的 不是說少少不記得 而是他的疏忽是令人詐欺的 是應該受到譴責的 而且他的過失呢 是大到不能夠用專業界別的懲罰去懲罰他 一定要用刑事的制裁才可以懲罰到他 要達到這個結論的 OK 所以你看到第五點 其實是一個 都頗嚴厲和頗嚴苛的 引導來的 那陪審員 在面對這類案件的時候 他是要作出五重的考慮 五重考慮都通過了 這個醫生才是真的犯了誤殺罪 否則他只是在專業界別 例如現在他們是專業失德 專業失德 離開誤殺 還有一些距離 當然現在還未開審 我就不知道 這兩個醫生實際上的情況 符不符合這五點 亦是否符合這五點 其實在這案子來說 就是陪審員的責任 所以我看下去 我明白的 真的我明白 醫務人員會很害怕 很害怕自己會下鍋 因為如果太容易被人檢控 就算最後沒有罪也好 正如其中一位網友 他是醫生 他就說 就算最後說我沒有罪 但是其實 被人這樣控告都不好 都已經搞了我一輪 的確是的 我都明白那個憂慮是怎樣的 我希望我剛才那五點 可以令到你少了一些憂慮 原來其實 要違反了五樣東西 即是要作出五樣東西 五樣東西的答案都通過了 才可以告他誤殺 當然現在 律政司會檢控他的話 意思就是說 律政司是認為 他已經有足夠的舉證 去證明到這五樣東西 是成立的 那 因為律政司認為這五樣東西 他有證據證明到成立的 才擺上庭的 那我相信 也都不是那麼容易 當然我不是醫務人員 我不能夠確實地判斷到 究竟是否那麼容易 會達到這五個標準之下的誤殺 OK 那如果有關這宗案 如果再有進一步的 即是開心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跟進一下 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